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他新生的双胞胎 时间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森林深处有个没人进去过的城堡 住着一个已经成熟了一百年的公主 有一天 一名已婚的国王来到森林的深处打猎 他的猎鹰误短乌撞飞进了座座城堡 为了取回猎鹰 国王去敲了城堡的门 但迟迟没人答应 他索性就翻了墙 从猎鹰飞过的窗户爬了进去 进入城堡后 国王四处游荡 发现里头空无一人 除了在一间华丽的房间中 躺着的那位美丽的年轻女子 尽管国王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还是无法唤醒沉睡中的睡眠人 深深的被睡眠人的容貌 所吸引的国王 把他抱到了沙发上 并且没忍住的单方面 为爱鼓掌侵犯了他 事后就怕他屁股离开了 但他显然留下了一些东西 因为九个月后 睡眠人在昏睡中生了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婴儿出生后 飞来了两个仙女帮忙照顾他们 有一天 当仙女们试图帮助新生婴儿 进行母乳喂养时 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转变 其中一个孩子因为太饿了 不知道怎么的 就开始瞬息睡眠人的手指 这才把害他一直保持睡眠状态的 亚麻布片从指缝中吸了出来 当睡眠人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强奸 并且莫名其妙地生了两个孩子后 他并没有跟普通人一样 尖叫崩溃一脸懵逼 反而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感激 帮助他苏醒 然后继续养育着他们 分别为孩子们取名为太阳和月亮 因为对于睡眠人来说 孩子们的出现 就像太阳和月亮的起源一样神秘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不久之后 国王终于想起了 那个某年某月某一天 被他强奸的公主 决定回到城堡去看看他 这次他发现 故事竟然清醒了 还给他生了双胞胎婴儿 所以尽管他强奸了睡眠人 也尽管睡眠人知道 罪魁阔首是国王 他们最后还是相爱了 然而此处还有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 别忘了国王可是已婚啊 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城堡 可是又舍不得睡眠人 便偷偷地开始了地下庭 好景不长 只包不住火 由于国王睡觉时说梦话 总呼唤着睡眠人的名字 原非皇后还是发现了猫腻 知道了这一切 于是皇后用国王的名义 给睡眠人写了一封信 说自己太想念孩子们了 要求他把孩子们送过来住几天 皇后想的是 只要他们一到 就叫厨房杀了孩子们 并做成肉饼喂给国王吃 解决他们之后 再把睡眠人抓来 绑在柱子上用火烧了 可是他并没有成功 因为厨房长没敢下手 四字把双胞胎藏了起来 杀了两只羔羊糊弄过去 发现这一切的国王十分气愤 于是下令把皇后拖出去斩了 可怜的皇后就这样领了盒饭 最后的最后 睡眠人就这样嫁给了 侵犯他的男人 从此他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原版童话都挺黑暗的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例如写小红帽的原本目的 是为了训诫当时的女性 安分守己乖巧听话 否则就会像小红帽一样 被花人吃掉等等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可以告诉我哦